疫情的冲击是相对比较小的 那么人力银行也预估到了年底 会增加10到15%的工作需求 但是因为疫情的关系 现在电商非常的蓬勃 也增加了征裁的需求又到两成 那像我们这张画是我最推荐你的 因为它比较适合测税 销售人员仔细地介绍床垫特色 展示中心除了床垫 还有各种不同的家具 但唯一相同的是通通MIT 它是凉杆 然后防泼水的科技衣布 不小心打翻饮料也不用担心 防泼水的沙发布面容易清理 这家台湾的设计家居品牌 成立五年来 大多数以电商销售为主 我们来到办公室里面 可以听到他们的电话声响个不停 其实通通都是订单 虽然今年遭逢疫情 不过对于他们的业绩来说 没有受到冲击 反而第三季还成长了两成以上 预估第四季还会再度向上成长 力拼全年移收破亿元 因此对于人才的需求更迫切 过去都是以招聘有电商经验的员工 今年透过新鲜人就业补助方案 开始招聘新鲜人 从零开始慢慢地教育它 把它培养成适合我们的电商人才 所以这个部分其实在今年 我们的改变非常多 我们有一半都是从新鲜人开始 做一些训练 另外一半可能还是会要求一些 极占力的部分 最酷的MIT百货 好 我们先快速讲一下 我们今天要直播的产品是什么 就是这 直播主在镜头前活泼地介绍产品 这家行销科技公司 专门负责解决中小企业 对于直播的痛点 帮助店家轻松从线下转型线上 尤其疫情期间 客户透过线上直播找到新客群 让粉丝变成营业额 也让他们的业绩向上成长 业绩成长的话 在今年的话 我们大概稳定成长 每个月大概都是20% 今年比较特别的是 有一些大型的品牌 也开始转向做直播商务这一块 帮忙企业客户编排脚本 甚至在粉丝要购买商品 打出加一的时候 他们提供快速诊单服务 让业者方便统计出货 提高效率 社会国内疫情平稳 加上电商蓬勃发展 从人力银行资料库就可以发现 工作机会逐月增加 就业市场又活络了起来 从第二季的一个 比较悲观的情况 逐季从第三季到第四季 是微幅反弹的一个情况 整体也反映在 所谓真彩的部分 我觉得应付应该是有 阶梯式的一个增加情况 每季可能是10%到15% 成长一个幅度 在新款iPhone和飞瓶阵营 陆续推出旗舰机种 宣告进入手机换机潮 再加上三倍券 周年庆祝宫 让批发零售 服务业休闲餐旅 逐渐摆脱低潮 全力冲刺 销售旺季 三立新闻 余荣航旅培军 台北采访报道 好 高速播行quare 杂鸣 工业 粮? 对